哈囉大家好我是棒棒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到的呢 是SHOV 可以說是在台灣的第一支旗艦型的自衛型手機 AUKOS ZERO 今天這部影片因為製作的時間比較短一些 所以我們的整個流程會比較簡化一些 主要是我會針對這款手機在各個面向的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感覺 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至於一些像是規格啊 或是一些比較表面基本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官網 或者是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也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一些規格資料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當你第一次把這支手機拿在手上 你就會感覺到這支手機真的非常非常的輕 尤其當你已經習慣一些尺寸比較大的 自衛型手機的時候 像這種6吋以上的 它都會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這一款呢 它真的非常的輕 輕到你如果第一次拿 你甚至會以為它到底是不是模型機啊 另一個的特色 就是它的外型 它有去做一個雙弧面 然後邊緣做凹槽的設計 加上背面這個方輪纖維 它有一個比較柔軟的質感 所以它的手感算是非常的好的 然後這個方輪纖維 也特別再講一下 它不是第一次用在自衛型手機上面 之前有一些手機 它有用過它的一個算是姐妹材質 就是叫做Cuffler纖維 其實是差不多的東西 那這種纖維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是柔軟輕巧 但是呢又非常的強韌 所以可以拿來做防彈背心 那這個材料它整個摸起來 也是比較柔軟的感覺 所以貼在手上的時候呢 感覺是還滿舒服的 另外這次它的機身 也有做到完整的防水防塵功能 所以說一般使用的時候 也是相當的安心 不過外型上面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缺乏了3.5mm的耳機孔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 盒裝內附的轉接線 才可以連接一般的耳機來做使用 電池的部分也是這款手機的一個特色 它採用了一個並聯的設計 而且它有雙I型晶片 所以說它在充電的時候呢 會更安全溫度也會更低 不過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原廠附贈的這個充電頭呢 它居然只有5VA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慢充的充電頭 以現在的一個主流趨勢來說 尤其它是旗艦機的一個定位 這個配置是有點不足 接下來看到螢幕的部分 這款手機的螢幕顯示效果個人覺得還不錯 不管在色彩、對比、各方面 我都覺得看起來還蠻舒服的 另外它也支援Dolby Vision的HDR效果 那另外針對這些沒有HDR的影片 它也可以透過虛擬的方式 來加入類似HDR的效果 其實每一個人的眼睛 對於色彩、色溫的接受度 其實都有微妙的差異 所以說假設你覺得現在這個預設畫面 它的色溫色調太冷 那你可以開啟這個清晰畫面 雖然說它這邊寫說是適合中老年人的一個清晰畫質 但是其實開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它的螢幕的色溫就變得比較暖一些 那像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反而這個畫面會更白一些 原本預設的這個呢 我就會覺得它好像藍藍的 聲音的部分 這次這款手機它配備了雙喇叭 一個就在聽筒的位置 另一個在底部 它也支援所謂杜比全景聲 杜比全景聲它在很多手機裡面 它可能需要搭配耳機才能做使用 但是在這款手機裡面 它是可以直接去做設定的 你不用接耳機 它透過內建的揚聲器 就可以去開啟杜比全景聲 而且可以切換不同的聲音模式 不過實際在聽起來的話 畢竟還是手機的喇叭 它的一個出力功率有限 所以它的音質表現 我覺得還是普普通通 那比起搭配耳機的杜比全景聲來講 它的一個環繞的效果並沒有提升得這麼明顯 但是假設你去調整它的話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它在高中低頻的一個變化 所造成的這個音質上面的一個改變 你是可以感覺出來的 但是在環繞感上面就沒有這麼的明顯了 另外關於喇叭 我覺得有一個滿有趣的地方是 這款手機的喇叭在發出聲音的時候 整台手機都會跟著這個聲音一起震動 所以說當你在玩遊戲或是看影片的時候 你如果看久了玩久了 你的手就會有一點麻麻的感覺 接著來看到這款手機的相機表現 它的後置鏡頭是一個2000多萬畫素的單鏡頭設計 在許多品牌的手機紛紛配備 雙鏡頭、三鏡頭甚至是四鏡頭的時候 這款單鏡頭的相機看起來就非常特殊 實際的畫質大家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實拍照 原圖的部分我們可以到網站上面 我們有放在Flickr上面給大家做原圖的瀏覽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接著來看一下一些跟相機有關的其他功能 這次它也加入了所謂AI場景辨識 所以說像是我這邊有一個貓的影像在這邊 那它看到了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給出貓的圖形的場景的建議 那它就會根據這個來優化畫質 那如果是人、貓、狗這種會動的東西的時候 它也會進一步開啟所謂的追焦 所以說像我現在這樣子移動的時候 就會看到畫面上面有個框框會去跟著移動 這就是它現在正在追蹤這個物體的一個過程 除了這個AI模式之外呢 它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 我覺得比較有用的像是這個單色模式 近拍模式 尤其是近拍模式我覺得效果很好 像我們現在開啟這個近拍模式之後呢 然後我們去對底下這個小字 你看它真的可以拍到非常的近 我自己實測去看它的話呢 它可以對焦到大概4公分左右 而且它的銳利度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那單色的話也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它就是變成一個黑白模式 我覺得它的黑白模式的質感還算不錯 但是呢其他就不是每一個都這麼好用了 背景暈染的功能其實就是我們所謂常見的 一個景深相機的功能 那我這邊就不示範給大家看了 我覺得這目前應該是 我手上拿到這個機器目前的版本呢 它的軟體可能有些問題 就是我現在拍了我沒有成功過一次 那它的一個虛化的效果 我覺得也不是說很好這樣子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在調整虛化程度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它的畫面有所改變 但是它改變出來的並不是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說跟其他的一些主流的手機相比的話 它的一個所謂暈染模式呢 我覺得是比較不可用一些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後續的一個軟體更新的話 希望可以去修正 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除了拍照之外 這款手機的錄影它也支援到4K解析度這麼高 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去選擇檔案格式 它一般預設的話是H.264 那它也可以去支援到H.265的這個高畫質模式 它也支援了慢動作 還有所謂的縮時影片 在慢動作的部分呢 它可以支援240p或120p 這兩種一個格率的慢動作影片拍攝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能表現 這款手機它配備S845還有6GB的RAM 所以說它的一個操作流暢度 可以說相當的不錯 那除了它的規格是旗艦級的規格之外 它的系統也相當輕量化 它使用的是Android 9的一個作業系統 有小幅度的一個客製化 另外呢它的內建的APP 我覺得可以說是第三方手機 也就是說不是Google自己出的手機裡面 算是最少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一頁就已經是包含了它全部的APP 而且這邊呢其實有一些 還是我自己裝的APP 它其實內建的APP 就只有這些而已 非常的少 這也是造成我覺得它在 流暢度上面非常好的一個原因之一 使用安兔兔進行測試 跑出來的成績也相當的高 基本上就是S845這款 處理器的一個平均旗艦的水準的表現 我們也實際執行 狂野飆車9還有黑沙人這兩款遊戲 來做性能的測試 雖然把畫質調到最高 燈的運行的流暢度也都是相當不錯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比較簡單的一個 Sharp AquaSterial的一個簡單動手玩 它主要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它非常的輕薄 它的手感很好 那它有旗艦的效能的一個表現 再加上它有一個2萬元以內的一個售價 在缺點的部分呢 個人覺得它在拍照的某些功能上面 還有比較大的進步空間 如果說你想要買一支 有旗艦規格的一個手機 預算在2萬元以內的話呢 Sharp這支手機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我覺得拿在手上的時候 會滿讓人有一種驚豔的感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們點個讚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